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6月24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鏡頭一轉 跟大家繼續說是國際最新的新聞 這一節我們會再跟大家討論一個困難問題 就是 整個歐洲 的伊斯蘭化問題 最新發生的事是德國正式動真格 開始動手 要將位於德國 漢堡最大 的清真寺 是要將它關閉的 原因是甚麼呢 歐洲的國家終於開始發現 就是 伊斯蘭世界基本上在入侵 全世界 包括歐洲 包括美國 而伊斯蘭的背後 其實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是一個從來都 不關心任何人命 視人命如草戒 的中國大陸 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竟然是跟你說 關心巴勒斯坦 好了 中國大陸從來 對人民的性命 莫不關心 也不僅如此 如果有機會 是會徹底踐踏 跟對著香港的藍絲 差不多 香港的藍絲 有機會 無寵謬在搞器官互相捐贈 所謂互相捐贈 就是香港部分的人 可能 那個器官是被捐贈 回中國大陸 這件事 本來應該是另外在說的 不過是太恐怖 也 先說了其他重要一點的話題 從來一點都不重視 是人命的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竟然跟你說全力支持巴勒斯坦 其實大家都可以 聞到一陣味 而且 利用普通 是老百姓作為人盾 從來都是共產黨最厲害的技巧來的 好了 我們又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完全不關心人命呢 當然不是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呢 長期都是電車難題 所以 關心人命 還是要看大方向 還有 是幾點 基本原則 如果我關心人命 我關心一群人的人命 那群人是危害他人的命 這個 其實是違反原則 違反了你關心人命的原則 坦白說 很多伊斯蘭的勢力 基本上 全部都有這個問題 你去關心他的命 他就是去掠奪其他人的命 當今 歐洲 不要說德國了 只是說英國 其實伊斯蘭的人口比例 都已經相當高 而且 伊斯蘭化得最厲害的 在倫敦 的東面 East London 好了 中部城市 是百名漢 情況也是相同 我對伊斯蘭世界的理解 跟對中共的理解差不多 簡單來說 伊斯蘭世界的人民 跟中國內地的人民差不多 我沒有說過中國內地的所有人 會是朋友 但是你可以想像 是大部分的 內地人 其實在 很多時間 都被政權騎劫 伊斯蘭世界也是類似情況 即是說 伊斯蘭世界肯定有人是無辜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 也有認識 是 信伊斯蘭教的朋友 即是中東朋友 好了 他們的世界大問題 跟 中國大陸生活的內地人民差不多 長期被政權 用來做人盾 他們也是長期 受到政權的宣傳 即是說他們跟香港的藍絲差不多 他們會相信 油堂的墮樓案是自殺 會相信 陳彥霖 是拿泳油水自殺 好了 也會相信 土耳其大地震 因為美國是身武器 所以基本上他們簡單來說 是一群五毛來的 如果他們是為政權 效力的話 跟對付中國大陸 的五毛 還有中共 的代理人是一樣的 原則是 不能夠放過 如果那個能夠被分辨出來 是普通平民 根本不支持 政權的話 我覺得這些人應該是被原諒的 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跟對付中國大陸差不多 至於 他們什麼時候做幫兇 當然沒有可能一概而論 因為 幫中共做事的人 都不會在額頭寫著中共 所以其實在歐洲的伊斯蘭勢力 你說沒有搞 想把伊斯蘭勢力在歐洲滲透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他們會用盡一切的辦法 在西方世界爭取他們的華語權 還有影響力 他們的方法 跟中共的殖民差不多 只要他們有足夠的人口比例 就會成立很多不同的團體 就是說 跟所有的獨裁政權 的運作方式是差不多 所以 宗教自由 不代表 要讓你 在做極端活動 而且這件事根本沒有違反西方價值原則 西方價值原則 就是不可以侵蝕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不是用嘴巴來捍衛 是需要用力量捍衛 這個世界 對上的100年 你自己數一下 1924年到現在 對上的100年 就是我剛才所說 民主和自由 是要用力量 捍衛回來的 從來只有香港一大群藍絲 覺得自由只是放縱 又或者覺得自由 就是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完全不用管其他人 換句話說 德國是取締 是有極端組織 思想 的清真字 我覺得是一點問題 都沒有 只要你有充分的證據 顯示他們在做的事絕對是遠超宗教 其實他們在做的事 中共差不多 用 合法的渠道來包裝 一件不合法的事情 其實跟中共搞滲透差不多 也很簡單 你信奉左翼主義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 我信奉 用共產主義搞流血革命 這件事 全世界 是不會有 西方國家 容許你 打正旗號 這樣做的 好了 我覺得 伊斯蘭教 是介乎 兩者之間 他隨時可以 向 讓其他人擺盪 有些時候 他就好像是一個很和平的宗教 但是有些時候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徹底 擺盪了激進力量的那一邊 徹底 受到政治操控 你看看 漢堡的伊斯蘭中心 伊斯蘭中心的宗教活動 竟然包括了 黎巴嫩的真主黨 黎巴嫩的真主黨有甚麼工作 忽然間不知為何想起鄧炳強 鄧炳強說 江文慧支持 保安局的青年工作 保安局有甚麼青年工作 拉了青年人 江文慧支持 鄧炳強和保安局拉了年輕人 所以很簡單 這個漢堡的伊斯蘭中心 是徹底支持 來巴嫩真主黨 真主黨搞甚麼 真主黨剛剛 是向以色列 的市中心 向平民發炮的 導致 十幾人死亡 簡單來說就是 德國的漢堡伊斯蘭中心 支持真主黨對 以色列平民發動攻擊 這件事簡直是遠超底線 所以德國現在 採取行動 事實上這個世界的所有間諜機關 或者類似間諜機關 不會承認自己 幫政權做事 好了 不是喔 伊斯蘭中心 不是宗教中心來的嗎 不好意思啦 伊斯蘭世界宗教等於政權 政教合一 所以某個程度上 宗教等於在幫政權 是徹底等同的 幾乎是 在少數的時間 他們才可以分得開 我對他們的理解是這樣的 大部分 跟一班 從來都沒有覺醒過的五毛和藍絲 小粉紅差不多 即是說他們有一套是故事 是官方宣傳的 而他們 徹底已經相信了這套故事 你要面對這一班人 坦白說 其實我真的認為 你首先仍然是需要強硬 跟對付 中國內地的共產黨代理人是一樣的 現在歐洲 正式 向伊斯蘭 世界說不 好 今節是國際消息來的 我們跟大家暫時講解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請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手支持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嚴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喜歡做些碳的東西 因為你的酒店會是粉絲 約結束 到黑池 換上去